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对是好的 我们要去放生 但是因为操作就不等 尤其因为我们很多佛教徒个人或者是佛教的团体 他放生的过程当中 第一个就是他没有这种科学知识 什么样的生命可以放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不懂 然后放下去了以后很多死了 导致了环境的污染 还有生态平衡的破坏也有 因为这是缺乏知识 另外一个比如说就是我们为了简单 就是离自己最近的地方 仿的这个地方让很多人来老 那这个就是导致了一个 比如你刚才讲到的 比如说我们放完了以后又被老了 老了以后又回到时长 再和这种一种循环 这种放生的话没有太大意义了 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子讲 放生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是呢这个操作是必须要科学放生 科学放生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其实从戒杀戒吃开始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其实比放生更有意义 而是首先第一个 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 比如说第一个你选择吃俗 然后不杀生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方生